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缘在凤凰卫视的摄影棚里面 与大家介绍辽凡思讯 这本书是我在早年最初修佛的时候 朱金舟老居士介绍给我的 1977年我在香港讲了言经 在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 映光大使流通的经论善术 我发现映老一生当中 对于廖凡思讯 《安史全书感应篇汇编》 流通的数量最大 在那个时代 流通量将近三百多万车 这个数字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印族是佛门的大德 是尽宗一代的祖师 为什么不去流通佛经 而流通这三样东西 于是我认真冷静的思维 这个理念一定有大道理在 那么到今天我们再回想 才知道印族 他老人家的真实智慧 无尽的悲心 因为中国在这一个世纪之中 我们学弃了传统的文化 佛教也衰微到极处了 虽然如与佛 是世间的正法 纯正之法 但是 苏活了 一世的时间太久了 如果再以儒根佛来教化众生 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 才能够受到效果 因此 印族啊 想想 决定采取 因果的教育 那么说到因果的教育 最好的教材 确确实实 就是这三样东西 了凡思讯 暗示全书 赶音篇汇变 我们 体会得了 所以 七七年 我从香港再回到台湾 也极力提倡 这三样东西 也讲过 几遍 在那个时代 不但我们没有录像 连录音的设备 我们也没有 那么今天 我们看到 眼前 整个世界 社会动荡 不安 越发觉得 英国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 无论是 出家 在家 能够 以这个教学为基础 决定 能得到 殊胜的成就 辽凡先生 是明朝人 明朝 是 朱元璋 建国的 年代 是在公元 1368年 到1644年 从真 从真 王国 如果再加上 父王 贵王 幕后者四王 那么总共 到这个 1661年 他传了 二十一代 相国 年拜九十四年 廖凡先生 出生在 明世宗 14年 家境 14年 明世宗 是明朝 第十二代的皇帝 他算做得不错 他在位 45年 那个时候 政治 相当亲民 在我们佛门当中 也有一张大寺 就是 家境 大藏经 这是当时 寒山大寺 就是 德卿和尚 他提倡 编展 坎坎坷 成为 方策本的藏经 这是个创举 因为佛经 自传到中国以来 在这个家境之前 佛经都是用的折本 这个翻本折本 那么把它用穿线装定 我们今天讲的现状书 家境大藏经 这算是创始 所以我们称为 方策 大藏经 是从 家境年代 开始的 这是 很值得 一提的 那么在进途中 诸位 娘母的 莲池大师 也是同时代的人 廖凡 生在家境 十四年 那么与廖凡先生 同时 有一个传奇的人物 就是 于敬义先生 他比廖凡先生 大十岁 也就是 他是家境 四年出生 廖凡是家境 十四年 家境四年 是 一五零零零零 这个是 是 一五二五年 家境四年 一五二五年 于敬义先生的传奇 通常都附录在 廖凡四群的后面 将来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介绍 廖凡先生 明皇 自坤 他是江南 无限人 那么在没有介绍 四星之前 我们要先谈一谈 映光大四 在这本书的前面 有一篇序文 这篇序文非常重要 序文一开端 他说 圣贤之道 神仙之道 在尘 于名 这两个字 我们要特别重视 尘 就是真尘 真尘 是一切众生的真心 是一切众生的本性 说一切众生 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一个人 如果能够用真心 用本性 作死 待人 这个人 在中国古代 就称为圣人 在佛家 就称之为佛菩萨 那由此可知 佛圣 跟我们凡夫的差别 就是在用心不同 佛圣 用真心 出世待人 而我们凡夫 则是用妄心 出世待人 真心 纯善 三字经 头一句 人知出 性本善 所以 佛在大臣经上唱书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个话说的 有道理 本来是佛 现在为什么 不是佛了 这个话的意思 一切众生 本来都是真心 真心就叫佛 真心就叫圣 现在不用真心 用妄心 妄心就是我们常讲的 虚情假意 妄心 妄心 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福德 世间人多半求福 不知道福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一切灾 一切灾祸 一切灾祸是从妄心里头变现出来的 这是个基本的道理 印族在虚文一开端 就把我们 就帮助我们指示出来 明 明是智慧 这种智慧 也是我们真心里面 本来具有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所以如根佛的教训 确实有意趣同工之妙 都是从沉浸 下手 一分沉浸 你自自然然流露出一分智慧 十分沉浸 你自然就流露十分智慧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过去现在未来 我们一般人讲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这样的智慧的能 你就有了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这种智慧的能 这是大圣大邪 告诉我们 人人本居 故故不 佛在华言经上 尤其说得好 他说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这话意思是什么 一切众生都有真心 都有本心 如来的智慧 如来的得能 如来的向好 都是真心自性里头 本来具足的 所以他是平等的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 执着而不能真的 这一句话把我们点破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把本有的智慧 本明 变成了无明 也就是变成了妄想 把我们的无量的能 变成了分别 无量的向好 变成了蜘蛛 变成烦恼 这叫迷而不绝 迷而不绝 这叫凡复 借而不迷 就叫佛菩萨 所以凡圣就在一念之间 可是我们一般凡复 迷得太久了 不是这一生一世 无量借来 我们就迷失了自信 就迷失了真心 一直都是用妄心心思 妄心里面 最基本的 就是以为有一个我 佛在《金刚经》上说的好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即非菩萨 那个有就是执着的意思 分别的意思 如果我们还分别 有我 执着 有个我 这是我们错误的根源 在佛家 无论是宗门教下 这些祖师大德 教人用功 教人学习 常说 从根本修 修 是修正 把错误的修正过来 这叫修 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根本就是执着 我这个错误观念 每一个人都把这个身体 值得生活 这个错了 大错 他错 我们从哪里迷 就从这个音念开始迷起 一迷就迷到底了 一错就错到底了 永远没有办法回头 永远没有办法改正 我们不能不知道 如果把这一关 残透了 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是轻而易举 凡夫挣得究竟的果位 也就是 我们从旺行恢复到真心 从你恢复到彻底的觉悟 不需要很长时间 佛经上常讲 三大阿僧七戒 无量阿僧七戒 哪需要弄长 不需要 一生当中就可以成就 这都是实话 在华语经上 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发华经上 龙女 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关键 就是在 能不能 从根本上修正 根本上修正 我常常教导学生 劝勉 年轻的法师们 要把自私之力放下了 放下自私之力 放下明文力 放下无欲六成 放下贪嗔痴漫 菩提道上 就一帆风顺 我们看到 自古至今 修行的人 修行的人 很多 他们不是不用工 不是不努力 用许许多多的时间 许多的精神 一生 得不到成就 原因在哪里呢 我没放下 齐心动力 还是自私之力 所以 道业 寸不难以 我常讲啊 一尺一寸的进步 都不可能 那么再看看 古往今来 祖师大德 他们当中 有成就的人 成就的因素 在哪里 我们仔细去观察 细心去体会 他们的成就 放弃了自私之力 齐心动力 却不为自己想 不想自己的利 也不想自己的害 厉害 没有了 齐心动力 他们想社会 想大众 想一切众生的厉害 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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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是帮助一切大众 历苦的落 特别是我们现前的社会 这是古今中外 历史上从来没有 一个大动乱的时代 人活在这个世界 活得非常扩脸 富贵人家 有白亿财富 轻易财富 贵为总统 贵为过往的 心都不安 换一句话说 身心没有安全感 平民 败信 一佛如实 这种情形 自古以来 没听说过 书记里头 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很可悲 但是 也很幸运 怎么说很可悲呢 我们不幸 身在这个局势动乱的时代 我们这一生 没有安全 没有幸福 可言 这是可悲的 我们也感觉的 很幸运 幸运是什么呢 在这个时代里面 如果我们 能够看得破 能够放得下 不肯随波逐流 修养道德 修养平信 帮助这个社会 建功立业 这是大好机会 佛家讲 无量无边的功德 只要我们 只要我们 体会得 只要我们 明白了 认真肯做 怎么个做法呢 印足 指示我们 一条 道路 指出我们一个 正确的方向 从廖凡 思讯 做起 所以我们 读这四篇文章 我们把这四篇文章 当作古文来读 当作功阔来读 字字句句 细心去研究 去观察 怎样乐视到自己的生活上 乐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上 我们 我们就得受用了 从这个基础 再入佛门 必定能够收到四半功悲之效 我学佛 能够有这点成就 实在是非常幸运 我第一本书 就是念叠廖凡思讯 我非常感激 朱进州老居司 把这本书介绍给我 朱老跟黎宾南老居司 同年 也是佛门的一位大德 我亲近他的时候 我二十六岁 那个时候 老居司大概是六十九岁 那么这段话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到此地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这篇文了 看廖凡思讯的文 那么这个书 在近代印的很多 版本也很多 我们不必查哪一个版本 哪一页 哪一行 注意这个经文就行了 他这个文呢 一共分为四篇 第一篇呢 黎明之学 黎明的意思 说明 人 有没有命运 肯定是有啊 你嘴里 很强 很硬的 不相信 你暗中还就找人看相 还就找算命先生 跟你算命 由此可止 对这个事情 纵然不能肯定啊 你就是半信半疑 那你要来问我呢 我可以告诉你 命运是决定有 但是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命运决定有 什么人主宰的呢 自己主宰 自己主宰命运呢 自己当然改造命运 这个是 猎命之学的原理 我们一定要懂得 文字第二段 于童年上父 老母 命弃举业学艺 为可以养生 可以寄人 且谢异议已成名 而父 肃心也 这是 廖凡先生 追溯 他童年 他的父亲 过世的很早 母亲 劝导他 不要去念书了 古时候 念书 目的是考取公民 用现在的话 就是从政 为社会大众佛 这是好事情 但是 如果没有这个天分 没有这个佛报 没有这个缘分 是不能够强求的 尤其是廖凡先生 家境 并不富裕 所以 他的父亲 曾经有意思 希望这个小孩 能够学艺 人 人能有技术 牟生 自己在物质生活上 就不会 有缺乏了 所以说 学艺 也可以 救人 也可以 养活自己 如果 如果 这个医道 金明 成为一代 明医 也可以说 这是 大善之事 在宋朝 有一位 明宰相 范仲淹 这是历史上 著名的 伟人 我们在读他的传记的时候 他也是 童年的时候 也遇到一个 看相算命的 他去问这个老先生 他说你给我看看相 看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 这个看相的人就笑他了 你这个一些年纪轻轻的 过分的自负了 然后他就把话题一转 他说那你再给我看看 我能不能做医生 这个看相的先生觉得很奇怪 从宰相一下掉到的时候 做医生 他又问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范仲淹先生说 他说唯有宰相跟医生 能够救人 这个相命先生 送他一句话 你有这种心 真宰相也 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 由此可知 从小立志 是以救天下为己人 所以他一生能够耗血 能够奋发 能够努力 目标不是为自己 是为帮助社会 帮助国家 帮助世人 利苦得乐 那么从这个历史的故事 我们就能体会到 过去人 多数 多数 志在神仙 什么叫神 神这个字的定义 是明了的意思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对于英国的道理 通达明了 这样的人 就称为圣人 在佛门里面 就称之为佛陀 称之为菩萨 所以佛菩萨是人 他不是神 他不是仙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个明白人 佛菩萨 圣人 贤人 可以说是个明白人 我们一般人 凡夫 凡夫是个糊涂人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不清楚 不明了 这称之为反复 佛跟众生的差别 就在此地 所以佛劝导众生 要学做佛 学做佛 那用现在话 学做个明白人 不要做个糊涂人 意思就在此地 那么接着他说 这是后 佛在慈云寺 欲以老者 修然为貌 飘飘热心 欲离尽止 这就后来 他在慈云寺 遇到一位老人 这一年 他是十五岁 是公民 1549年 那么由此可止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死的确实是很早 母亲劝他学医 我们想象 十五岁 那是做学徒 他是跟医生 或者是药铺里头 做修徒 十五岁 遇到孔先生 他的文字 写得非常之美 慈云寺 我们也要介绍一下 这个寺 到底在哪个地方 没有办法考察了 佛家的道场 用这个名称的很多 我们在台湾 台中有慈云寺 在美国有慈云寺 在纽西兰 有慈云寺 可见得 用这个名称的人 很多 那么首先 什么叫做寺 我们要把 这个名词说语 多少要有一个 正确的概念 寺 是古代 朝廷的宫廷里面 办寺的机关 直接属于皇帝 管辖的 我们今天讲 一级单位 直接属于皇帝 管辖的 一级单位 称为寺 寺的意思呢 永久设立的 不是灵事 换一句话说 他不能更改 你像这个 这个皇帝 建国的时候 建立这个机构 一直到他 不论传多少代 这个机构 不可以更改 永久设立的 称这为寺 你像这个宰相底下 一级单位 称为布 布 有的时候还可以改 可以改名称 寺不能改 寺的长官 称为亲 所以皇帝下面 有九个半事情的机关 一级单位 都称这为寺 寺的长官 称亲 故事故事叫 公亲 三公九亲 那个公 三公 就等于现在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国家的 资政 皇帝的顾问 那个地位非常崇高 但是寺呢 是他底下 半寺 执行的 一个机构 佛教传到中国来 设立半寺的机构 也称为寺 你们就想一想 当时帝王 对于佛教教育 是多么的尊重 跟皇帝下面 半寺机构 同等的称呼 但是这个寺的 这个主持人呢 不叫清 叫方丈 叫住持 所以方丈 住持的地位 等于 公亲的地位 这个我们要晓得 那么佛的寺 建立之后 他办什么事情 在那个时代 主要的工作 是翻译经典 就像现在的 这个国家编译馆一样 是国家来主办的 将梵文的经典 翻成中文 那么第二庄大师呢 就是讲解教学 所以 他是教育 他不是宗教啊 这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 他是教育 是佛陀的教育 所以中国从后汉以后 这个教育就两个 两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主导了 一个是佛教育 一个是儒家教育 儒家是以孔孟为主导 由礼部上书来推动 从前这个六个部 礼部就相当于 现在的教育部 礼部上书 就是现在的教育部的 来负责 推动 儒家的教育 而佛陀的教育呢 直接为皇帝 他自己亲自来推动 所以佛教的影响 在中国对民间的影响 远远超过了儒家 道理非常明显 人民对皇帝尊重 上心下笑 儒家这个教学 毕竟是礼部上书 在主持的 宰相负责的 他的声望地位 当然比不上皇上 这是皇上来推动的 皇上来主持的 所以在全国各个地方 四月零礼 出家人 来主持这个教学的工作 所以称之为法师 师就是老师 遵照佛陀的理论 教学方法 自己这样修行 称为法师 以这个方法教化众生 也称为法师 法师是这么来的 这个名词意思 是这么来的 那么佛教教学 要是用现代 外国人的说法 就是多元文化的教育 什么叫多元文化呢 他不分国家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有教 无类 他是平等的教学 只要你肯来学 没有不认真的教导的 而且都是义务的 绝对没有讲报酬 这个不但在佛家 从前儒家教学 也如此 学生对老师的供养 那是一个礼节 是随分的 绝对没有勉强的 你的家庭环境好 你对老师供养 可以丰富一点 多一点 家庭环境不好 上一个学期 或者是一年 跟老师送一点肉干 就作为礼物 那个肉干也就是 一斤两斤 就等于像是我孝敬老师 报答老师 老师对这个报酬不在乎 全是义务的 甚至有很贫苦的学生 老师还要供接他的生活费用 古时候 老师应得超过父母 诸位要多古礼 你就明了了 现在人都不念这些东西 也都不谈这些东西 这是个很可悲的现象 在古礼礼礼 我们父母过世 我们守伤三年 老师过世 心伤三年 只是不穿校服而已 所以 把老师跟父母看成同等 父母 生我的生命 老师 生我的慧命 一个人 两条命 一个生命 一个慧命 慧命得自于老师 恩德非常之大 慈云 这两个字是佛门的说语 慈是爱 云 是代表 无心 说无心 大家不好懂 说无私 没有私心的这种大爱 真诚的爱心 清净的爱心 平等的爱心 爱护一切众生 慈云是比喻 这个意思 比喻 佛陀的教会 比喻 佛教的教训 那么在此地 顺便把这个 佛的私 这来源 名称的意义 给诸位 做个简略的介绍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但是 现在的佛教僧 四院 变质了 从前四院 都是教学的场所 中国古代的度数人 古代学校少 学校都是公立的 大多数 度数人 到哪里去度数呢 到佛教寺院 佛教寺院的藏金楼 就是现在的图书馆 不仅是佛教典籍 他搜集的 非常广泛 在中国过去 所谓是 祝词伯家 三教九流的典籍 都收藏 内容非常丰富 出家人 都是有学 有修的学者 所以住在寺院里 可以利用他的藏书 也可以向 出家人 请教 这在中国历史上 诸位都能够看到 杜书人 都借寺庙 那么他在 这个 慈寅寺 遇到了这位道长 这位孔道长 看到孔道长 道貌岸然 很难得了 他才十五岁 他看到之后 对老人 就能够生恭敬心 人 能不能成就 就在这些地方看 一分恭敬 你就有一分成就 十分恭敬 你就有十分成就 这个孔道长 跟辽凡先生 他才十五岁 小朋友 头一次见面 怎么就把他看中了 要把他自己所学的 传授给他 他难道没有看到 其他人吗 他看到的人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说要传给他呢 跟他有缘呢 看他有十分恭敬心 就这么个道理 你如果遇到善知识 没有恭敬心 他看到笑笑点点的 你的缘不在我这里 你在别的地方 所以 本身呢 要具足好序 要知道理尽 谦虚 诚恳 这是 佛家讲的 法器 你有资格 有条件 来接受大发的沉船 如果我们对于学问 对于德行 对于道业 没有诚意 对于长者 没有敬意 这个敬意 纵然你遇到许多贤德之人 人家想传授给你 你不能接受我 也无可奈何我 故事好 这些高僧大德 世间这些学者 他们一生 最大的愿望 就是找到传人 这是他最欢喜的 最安慰的 但是 这个事情 可遇不可求 遇到了 他不肯放弃 我们今天许多人说 我运气不好 一生当中 没有遇到 好老师 这个话不可以说 应当回头想想 自己对真正的好老师 缺乏恭敬 缺乏诚意 不是没有好老师 而是自己不居足条件 这么一个缘故 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 要明了 我这一生能学到一点成就 也就是年轻的时候 居足这样的条件 所以我认识张家大使 认识方东北先生 认识李炳南老居士 他们都全心全力照顾我 很认真地教导我 我才有今天这一点成就 很多同学问我 我说我的因素 就是两个字 好修 诚恳 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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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